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2024年第一季度的业绩表现可以称得上糟糕。 季度内,英特尔营收127亿美元,同比增长9%,上一个季度营收154亿美元,环比下降17.5%。 整体毛利率为41%,上一个季度的毛利是45.7%,去年同期毛利是34.2%,营运利润是-8.4%,上一个季度营运利润16.8%,去年同期营运利润-12.5%。 拉长时间段看,虽然目前的季度营运指标不是最差,但是英特尔反转的趋势似乎看不到了。 不过,这不影响英特尔继续呼唤潜在的投资者。 在英特尔2024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告诉投资者,要关注公司的长期潜力。 他们是世界上能够继续推动下一代晶片技术的两到三家公司之一。 如果翻看了英特尔的新财报,不少人可能也会得出结论,这可能这是基辛格唯一能让投资者们还继续持有英特尔股票的理由。 上个季度营收15亿美元,环比下降6.7%。 在第一季度财报里,第一次单列出的英特尔代工业务营收44亿美元,同步下降10%。 从这些的数据,可以看到,在第一季度里,英特尔还是靠着PC晶片挽回了一些脸面。 而在数据中心和AI市场上,英特尔的晶片实际上卖不动了,环比竟然出现了25%的降幅。 如果从更长时段观察,在市场规模巨大的数据中心晶片市场上,英特尔实际上过去三年来都是处在下滑通道之中。 在算力经济这么火爆的今天,大型科技巨头很多都是单季度超过100亿美元资本支出,现在看来只有极少部分流向了英特尔。 另外,英特尔给出的第二季度业绩展望也不太好,这导致的股价在盘后大跌7%以上。 英特尔预计,第二季度营收将在125亿到135亿美元,整个指引区间都低于分析师预期的136.3亿美元。 毛利率将为43.5%,虽然略高于第一季度,但是跟四年前相比仍然处在一个低位。 营收展望数据意味着,英特尔今年第二季度的营收可能仅仅跟去年同期打平。 没有增长,毛利率还不能大幅改善,显然英特尔遇到大麻烦了。 目前英特尔的产品线中,能打的可能仅仅剩下PC晶片了,晶圆代工业务以及AI晶片都还扶不起来。 但是,业界有一个明显的共识就是,PC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AIPC只是在延缓这个市场的衰退速度而已。 第一季度,英特尔还首次将制造业务英特尔代工作为单独的项目进行财务数据的披露。 2024年第一季度,英特尔晶圆代工厂的收入为44亿美元,同比下降10%,该部门在第一季度报告了25亿美元的营运亏损。 英特尔3月表示,其代工厂在2023年出现了70亿美元的营运亏损。 英特尔执行长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预计其制造业务将在未来几年实现收支平衡。 在今年4月的Intel Vision 2024上,英特尔推出高抵3AI加速器,号称训练效能比NVIDIA H100块40%,退力效能比NVIDIA H100块50%。 Naver、戴尔科技、博士和超微公司等众多客户和合作伙伴已承诺使用英特尔高抵3AI加速器。 其中,戴尔科技计划将高抵3晶片集成到其专用人工智慧系统PowerHXC9680中。 戴尔伺服器的高抵3版本在发表前将可在英特尔开发者云中访问。 根据计划,高抵3将于今年第三季度上市。 有分析预计,该晶片下半年可为英特尔贡献超5亿美元营收。 但是,这种程度的营收,GAUD3也不可能撑起英特尔的伎俩。 英特尔今天在人工智慧晶片市场的情况跟前几年在手机晶片的情况非常类似。 英特尔虽然努力追赶,但是差距实际上却是越来越大。 单看GAUD3的技术参数可能不差。 但是问题是,今天很多人工智慧大模型选择晶片的时候,并不仅仅看参数。 很多大模型或者人工智慧应用从第一天构建,瞄准的是如何高效把挥达GPU的资源利用起来,毕竟重新适配一款新晶片的成本非常高。 关于这一点,AI基础设施厂商CoreWave创办人最近也有类似表态,架构转变很难。 挥达的CUDA已经成为市场上实际上的默认解决方案。 在GPU主导今天的算力市场之前,X86架构的CPU也曾拥有这样的辉煌。 但是今天,那些英特尔美好的日子已经成为了回忆。 摆在英特尔面前的现实是,这场从CPU到GPU运算的范式转移之中,英特尔已经不在舞台中心。 实际上,英特尔的发展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至暗时刻。 20世纪80年代,咄咄逼人的日本记忆体产业,让英特尔记忆体晶片价格一落千丈, 其市场占有率也是一路暴跌到了20%以下。 当时的英特尔已经站上了生存还是毁灭的十字路口。 1985年,Andy Go做出了放弃记忆体晶片的决定, 将英特尔业务重心从记忆体晶片全面转为CPU运算晶片。 也正是这个决策,成就了英特尔后来在全球CPU领域的霸主地位。 但是后来,英特尔显然也陷入了创新者的窘境, 接连错过了行动晶片市场和人工智慧晶片市场。 三年前,曾在英特尔效力30年的基辛格重档公司担任执行长, 并制定了英特尔IDM2.0战略, 让外界认为英特尔又崛起在即。 然而,残酷的是,即使这个战略如期成功推进, 也可能只是让英特尔活下来, 那个曾开创一个时代的英特尔, 肯定是很难看到了。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